蒜若心屋 就是正常音嗎 他故意把那個尾很靠近這裡 增加竹這裡 然後輕輕地拉 感覺覺得不舒服嗎 那他怎麼去形容這個 因為很冷的關係 要跪腳 他會擰不上這樣子 這個東西 這樣跟腳一樣 你看這個音樂它有這種 是不是有一種重量感 那也是我們看到那個屋簷上的冰柱 這樣子 那那個也會有水滴 從冰柱那邊接著 滴下滴滴答答 帶有水潘 所以可能有點聲音 作曲家特別敏感 就把這些聲音變成音樂 那這個音樂裡面它怎麼做呢 用滑雪來形容 這聲音聽起來是蠻接近這個水滴的聲音 房子裡面的溫暖呢 就是正好是吳咒小姐拉的那個旋律 有沒有聽到水滴 很小心翼翼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小心翼翼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小心翼翼的那種感覺 那音樂怎麼去形容滑膠呢 那音樂怎麼去形容滑膠呢 它發展蠻好看的 然後用滑膠 碎裂開了 那個冰很脆 然後怎麼樣用音樂去形容 冰很脆的感覺 唉唷 爬下去了 這冰破裂了 它就掉到冰 下去了 這一次 音碎裂 各手方向從吹來先去的 很劇烈 然後就在這 這邊 這邊 進去 冰天 它還有春夏秋 它有寫一些很有趣的元素在裡面 比如說啊 春天怎麼樣描述 小叫 微風 小溪 等等的事情 那在夏天裡面呢 它還會描述那個 好人業的蒼蠅 秋天的時候 是打獵的記者 怎麼樣那些獵狗呢 追著獵物跑 或是獵狗 這邊叫 那邊叫 有機會 我們願意 再到這個地方來為大家講 謝謝大家